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关本季东方动画 意外大热门疗愈腔戏动画 扁扁天主鼠车车 以羊毛沾制作的定格动画 在日本台湾都掀起一股鼠鼠风潮 SNSで大量にミームや二次創作が続出し 台湾ではもしあなたの彼氏がモルカーを見ても心が潤った気持ちになることがなかったら その彼氏は絶対にあなたをお嫁にしないし この関係を続ける必要もない という声が出ており SNSでモルカーが今期のトップだと話題になっていますが 皆さんもご覧になりましたか? 動態墙上開始出現大量迷因 改图二創 台湾网友中甚至出現 如果你的男友看完天主鼠车车 却没有感受到心靈受到滋润的话 那么他一定不会娶你 这段感情也没有继续走下去的必要 正说法 网友笑称真的是本季霸权 不知道大家看了吗? 台湾巴哈姆特动画風扇 可以正版收看哦 一集約2分半而已 超适合等泡面的时候 可以观看哦 你有看见主鼠车车吗? 有 那你的怎么样 我觉得 他非常不可思议 那你有觉得心情受到滋润吗? 有是有 可是我不觉得 可是我不觉得会 这么受到欢迎耶 超可爱的耶 你知道每天早上睡醒都要先看一次 你知道我现在出到第三集 然后每一集都看超过三次以上 五次了吧 为什么? 就超可爱的啊 而且他们就是第二集 不是他那个强斐那一集吗? 然后他不是被劫持 然后在那边哭 然后我就觉得他哭哭的时候超可爱 我每次看到他哭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啊 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叔叔 那不是他有一幕是在吃他的树叶? 对对 他居然会进尺 真的是超可爱的 真的 那个导演是天才 然后反正就是上网查一下那个导演以前的作品 然后那个导演就是从以前就是在做羊毛展定格动画 但是他以前的作品就是跟这部天竹鼠彻彻真的差很多 他就是以前都是做那种超恐怖 就是暗黑戏 然后应该也不算暗黑戏 就是那种好像要讽刺时事话题 然后或者是有一些议题想要讲 然后我男友他上网查说 其实平常有在做羊毛展动画的 大宗都是都是在做这种有点恐怖 就是有点时事理题讨论的 这个才是他们他们这个业界的风格 所以这种超超可爱的天竹鼠彻彻彻 其实风格是不常见 然后网路上真的是出现超多天竹鼠彻彻各种梗图 然后你有看到那个超跑情人梦吗 没有 他跟那个普学亮的超跑情人梦超搭的 你没看过 没有 等一下不给你看 他有15秒版的 然后还有完整整首歌的版本 然后就是看完这个动画之后 就是我男友就跟我说 他觉得这个动画其实有好有坏 虽然会治愈我们大人的心理 但是他觉得就会跟那个时候 哈姆太郎一样会有一个气氧草 就是可能过一阵子了 应该是大家都会去买羊毛毡来玩吧 不是吧 大家会去 因为我自己在查资料的时候就一堆 就打摩托卡后面就一堆羊毛毡的教学吗 教学或是卖东西的 那还蛮健康的 因为其实天竹鼠还蛮不好养的 他就是跟兔子 好像跟兔子一样 就是排泄没办法固定训练在某个地方 就是走到哪儿拉到哪儿 然后也是会咬电线 嗯 而且天竹鼠的叫声其实蛮大声 也是蛮吵的 你知道吗 其实那个天竹鼠车车里面那些天竹鼠的叫声 他们是真的找天竹鼠来配音 我知道 那个声音好像是导演的老鼠 导演的叔叔 叫做马铃鼠 我想到了 是导演他姐姐有养天竹鼠 然后他才想说要用天竹鼠这个题材 是吗 是这样吗 对 我知道那个坐在车里 第一集那个坐在车子里塞车的那个女生 是导演的姐姐 真的哦 然后对对对 然后那个最塞在最前面那个用在看天竹鼠影片的那个 欸那个他在看那个影片里面就是那个本书 真的 就是那个马铃鼠 就是他养的那一只 然后 而且那个导演坐那个 坐那个位置 然后大家都说 哦那导演长好像呱吉 然后 然后就出现了一张呱吉 就被劈成呱吉的 就是呱吉直播不是有个带麦克风的脸吗 就把它劈成 是呱吉在里面用手机 呱吉有看吗 有啊有啊 他有表示什么吗 他自己觉得像吗 我觉得他应该觉得蛮像的 就是不能很孤单 的一个动物 好像要两只 嗯 他才会比较 健康吗 那好像是 因为在瑞士有一个法律就是有说到 如果你 天竹鼠只养一只的话是犯法的 就是你一定 你就你等于那一代动物 就是你一定得要养两只以上 然后他们连那个 你饲养的那个长宽高都有规定 然后里面铺什么啊 这么严格 对 所以我就还蛮害怕就是 会有 小朋友看了这个之后 然后就想要养天竹鼠 然后养不了 然后又又把他弃养 而且天竹鼠其实蛮大直的 很 就是他是一个很 贵的动物吗 不是欸很便宜 就很简单就可以到手 对 而且现在还蛮多人 就是把他弃养到那个爱兔协会 就是他好像跟兔子通常会是一挂的 他跟兔子可以和平相处吗 好像不行 哦不行 对 但是他们爱兔协会的这个组织好像也有在帮助那个天竹鼠 嗯 然后你如果想要养天竹鼠的话 爱兔协会那边有一些 可爱的天竹鼠 请你好好想过做好功课之后 真的想要养天竹鼠再去爱兔协会那边任养哦 如果没有自信的话 你可以买羊毛张丸玩就好 哦对对对 然后我就是整个FB都背着一个天竹鼠洗法嘛 那我就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在南美洲其实天竹鼠是食用肉类 就是他们好像叫做荷兰猪吧 就是他们好像就会说什么 天竹鼠炖的汤是全世界最好的 好可怕哦 可是这样子批评人家那种饮食文化好像也不太好 就跟中国他们那边不是会吃竹鼠吗 就是一样啊 就是那边就养殖变成就是养殖肉类 然后还有看到一个新闻就是 有一个店家就是研发出就是天竹鼠口味的冰淇淋 好可怕哦 吃什么东西 竹鼠那么可爱怎么可以吃竹鼠 就是这样子 然后人家说吃起来的口味很像鸡肉 跟我们那个田鸡差不多的意思 对 怎么可以吃青蛙 对 这应该是一样的意思 下一则话题 为什么日本人都不怕武汉肺炎 原来年糕才是杀人大师 日本人过新年习惯吃象征长寿的年糕 也有替新的一年天真好运的含义 但同时每年也带走约数百条人命 今年东京都在元旦过后短短三天内 就有14人被年糕噎到送医 其中三人已不幸死亡 日本で毎年お餅を喉に詰まらせて事故が起こり 2018年から2019年の間 お餅による窒息死亡人数は661人も達しています 高齢者の患者が約9割を占め 4割の事故がお正月の時期に起こっています 每年日本都会发生民众被年糕噎到的事件 在2018到2019的两年间 因为年糕发生自息死亡的人数高达661人 送医者有9成都是高齢長者 有4成的意外都是发生在民众常吃年糕的1月 専門家によると2021年コロナ禍で 医療機関はほとんど限界に近いところに来てしまい 多くの患者が病院に着く時には 既に意識を失っており 4秒間でも救命の遅れは お餅を呼吸器に詰まらせた患者にとっては 致命的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更有专家指出 2021年因武漢肺炎 已经让医院不堪負荷 進而延誤了送医患者接受治療的速度 多数患者到院時 已经失去意识 对被年糕堵住 呼吸道的患者来说 延迟个几秒钟 都是非常致命的 コロナ禍は医療体制のエイズのようなもので 医療システムを停滞させたら どんなに小さな病気でも致命的になりますので 皆さん お餅を召し上がる際には ぜひごゆっくり噛んでください 肺炎疫情 年中的时候 日本染疫人数还没有 像现在已经可能十万人 几千人已经死掉了 那个时候他们死亡的人数还不多 然后我就记得 我就滑推特 就看到一个 年糕杀的人比肺炎还多 那个时候 现在肺炎已经超过年糕了 所以才会写到这个新闻 最近又刚好过年 然后过完年 又看到 又被年糕噎到 对 又过世了这样 所以其实大家真的在吃年糕的时候 要戏脚慢咽 小玩家为什么都 对啊 他们是一口腮吗 还是怎样 而且他们不是会把它煮成那种 雜煮吗 雜煮就是会跟肉跟菜一起煮 那年糕不是会变得更软一点吗 就是不是整块这样子吃下去 其实已经配汤了 配了其他的料了 怎么还会这么容易噎到 对啊 台湾吃咸汤圆死掉的人有很多吗 好像没有 还是我们汤圆做的比较小 他们比较大 可是 他们比较大一口能吃的量 差不多都那样吧 那个年糕是糯米做的吗 对 那咸汤圆也是糯米做的 而且里面有包肉 他就把肉拿掉之后 那块皮不就是年糕吗 对 所以就无法理解 反正老人家 反正上了60岁以上 就吃 就不要吃年糕了好不好 对啊 提早投胎 投胎汤 要吃就咬小口一点吃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 应该是一口塞才会那样吧 自杀 而且年糕不是蛮滑的吗 就 吞下去不就下去了吗 为什么会卡在那边 还是它很黏 然后就是你附着在你的那个呼吸道 就卡住了 然后你 它就 抓住你的呼吸道 然后导致你 没有办法再吞任何东西 然后就过失 有没有被年糕噎过的 听众 我其实有欸 你有? 我小时候真的有 可是我就记得我那时候是一口塞 你吃年糕吗? 我是吃麻糬 吃麻糬 不是一样东西 对 你淹过 可是我没有死掉啊 就是呼吸困难这样吗 没有 可是就在用力吞一下 它就下去了 所以是一瞬间你觉得很难受 然后你再用力反抗 它卡在中间 然后下不去 可是你就 就是可能在吞个口水 喝个水什么 它就下去啊 还是他们老了 那个吞咽功能 跟没那么好吞 有可能 但是老了不是会很难吞吗? 会不会是这样 有可能 好了 好可怕 因为年糕很凶 而且我觉得我那时候应该是白目 就是很想很饿 然后什么的 就是直接一口吃 差点就过失 这里就没有人 完了 好 所以大家 在吃这种 年糕啊 饼啊 这种麻糬 要注意哦 不要一口塞它 对对对 要洗脚满眼 下一则话题 日本电信商 KDDI 推出日本最优惠费率 再往上引起话题 日本三大通信会社 KDDIが3月により 月額2480円 約667台湾ドルで データ容量20GBのプランを発表しました 先月 ドコモとソフトバンクも データ容量20GB 月額2980円のプランを提供し始めましたが KDDI今回のプランは ドコモとソフトバンクへの対抗戦略だと 温暖流量有20GB 優惠套餐 KDDI 这次降低价格 很明显的是 冲着 ドコモ 和软银 在上个月 推出的 同样20GB 流量月租費 却要2980日元的套餐 大打价格 日本政府以前早就希望日本電信商能調降价格 而KDDI也預告未来還會有更大幅度的優惠價格出現 KDDI的高橋城社長也表示 目標是成為三大電信龍頭中最便宜的 像這個新聞我就不太懂 因為我沒有在日本生活過 所以我其實在看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我才想說 20GB怎麼夠用 沒有 日本真的沒有吃到飽的這個東西 可是這樣20GB不是一下就用完了 可是其實它雖然說是20GB 但是20GB超過之後還是可以上榜 那就變比較慢嗎 我自己是沒有感覺啦 那這樣就是一樣直直吃到飽啊 那為什麼他不說他就是吃到飽 他一定要說是20GB 還是說他的20GB是標榜很快的流量 可是我們台灣吃到飽 有人會 就是有 譬如說超過我們的容量之後 就開始變慢的狀況嗎 有那個比較便宜的那種套餐 可能一個月299或是那種500塊以下的套餐 好像是這樣 真的喔 就是先用可能5G嗎 還是就比較少 5G 8G 然後用完之後就降數 但是你還是可以繼續用 可是台灣的就是 像這則新聞他提到 他這個價格一個月就要667 其實在台灣667就有 超鬼欸 差不多啦 差不多 不是我們台灣就吃到飽499 對阿 400多而已 但是學 現在好像是學生才有499這個價格 我現在用的也差不多是 六七百 真的嗎 對阿 我現在用的 可是我是5G啦 喔 我是5G的方案 所以 就是 比較貴一點點 可是我就是 你的手機可以用5G喔 不行啦 那你幹嘛用5G啊 那個時候就在推5G啊 然後 推5G就可以 就可以 配手機比較便宜 所以我就選了 所以我就選了 反正以後 以後換手機 以後可以用 而且我平板可以用啊 就是這樣 因為我記得 就是我之前 我有查 就是日本這個 三家公司的方案 好像都是有支援5G耶 對啊 是不是因為日本 我們的網路建構比較好 你覺得你在日本 就是在公共場合 他會有公共的網路可以用嗎 WiFi 我覺得沒有耶 沒有 所以你 你不是 我一開始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一直以為是 因為日本的網路建構 比台灣還要完整 可能到哪裡都有 都有WiFi可以用 我自己在台灣的時候 也是這麼聽說的 可是我自己到日本 就沒有這種感受啊 就到哪裡 就是都沒有網路可以用啊 你是去東京對吧 對啊 好吧 那以你講的應該比較準 對啊 是喔 可能譬如說你進去一家店 他可能會提供WiFi密碼給你用 就跟台灣差不多 對啊 那種餐飲店 好啦 希望日本的價格 可以越來越便宜 日本網民票選奧運到底辦不辦 注目を浴びている2020年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パラリンピックの開催は 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の影響で延期せざる得ない状況になっています 令人關注的2020東京奧運 陰遇武漢肺炎而不得不延期 夏に入り緩和すると予想されていましたが 後期に入ってから毎日感染者数が急増し 再び緊急事態宣言が発令されました 原本以為進入夏天後疫情會見和緩急象 但是進入冬季後每日染疫人數仍然持續飆高 又再次進入緊急事態宣言 Yahoo!ニュースによる東京五輪パラ2021年夏に開催すると思うというアンケートでは 今のところ投票者数20万人近くとなっています 日本Yahoo!對網友舉行了票選 票選題目是 你認為東京奧運是否能在2021年夏天如期舉辦? 以解稿日前來看 總投票人數約20萬票 中止になると思うが17万票で約86.5% 再び延期になると思うが15000票で約7.7% 開催すると思うが1万票で約5.1% 分からないが1500票で約0.8% 全体的で見ると日本人はオリンピックの開催について比較的に 引っかんできたと見られます 而占比最多的是 これも日本奧運については もちろんに対 我心情的 然后再让一堆外国人飞去那边 然后再住在选手村 我记得我有看到他们有在讨论说 要不要开那种 只有选手比赛 然后不开放观众 可是我觉得甚至是这样也有危险 就是对啊 这些选手都是各国栽培出来的精英选手 而且费受损 后一阵怎么办啊 而且其他的选手搞不好如果中的话 那些选手也有可能中啊 而且又不可能只有选手来 他们其实来的选手 其实后面还有很大的团队啊 就是那些教练啊 然后就是医护人员 然后训练的 然后饮食控管的什么各种的人员 而且你想哦 运动选手在比赛的时候怎么可能戴口罩 对啊 对啊 我觉得日本真的是身不风食啊 我觉得他们上次办奥运不是也没遇到 什么197几年那个时候吗 对对对对对很久以前的 不是也是遇到一个很大的天灾吗 地震是不是 对对 办什么 好像是 对啊 遇到一个地震 完了日本只要一办奥运就有事了 可是他们这样真的是很可惜耶 等了那么多年 我记得那时候刚发表说奥运要办在日本的时候 他们就一直很期待奥运要办 真的请全国之力 对 在要准备办奥运 真是我们严厉谴责中国武汉肺炎 搞啥啊 对啊 而且我真的觉得对运动员来说 可是也有一些运动员是 他已经准备了好几年了 可能准备了四年就是为了这一次 然后如果比完这一次就准备要退役了 如果年纪已经大了 那他还有一个四年 而且下一次就不一定能被选上参加奥运 对啊对啊 所以就真的是 大家都很难 其实我蛮想看奥运转过的 我其实19年那个时候 甚至还有要去抢奥运的票 那个很难抢 不是抽钱吗 抽钱的 啊有抽到吗 没有 好吧 就是我那时候就是想说 没有看过奥运 就想要去看看 而且又办在我自己熟悉的日本 嗯 所以就想说一定要去看看 嗯 好吧 希望日本疫情真的早日和患 因为他们 我觉得日本网友有 有一点点 把责任都怪到外国人身上 没有错 我有感受到 就是平常在 在逛一些论坛啊 收集这些资料的时候 就是我 看超多就是那种凶宅 就是 真的就会说什么啊 日 什么外国人滚出去啊 都是因为你们的错 什么什么 或者是 就是他们其实在网路上 嗯 还是会 跟台湾的一样 有很多算命 然后都会发表一些超级 不理智 政治不正确的言论 希望他们可以 政府好好的 正视 然后 然后 站出来讲说 是大家要一起 跨越这道红沟 完了 我们会不会被我皇民骂 我们第一 我们第一集 然后就被 被 沿上 那么我们会在每一个话题 里面去挑出 一个单字 然后 每周 大概让大家学到新的 大概三到五个新的单字 那我们第一个单字是 Anketo Anketo 那个大学生在 在讲那个 在发问卷的时候 也是Anketo 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字其实蛮常用的 嗯 然后这个字都是 全部都是片假名 然后它的拼法是 A N K 长音 To Anketo Anketo 就是 问卷的意思 大家记住了吗 要记住哦 很常用哦 下一个单字是 Omo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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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oji是那个 年糕的意思 对 它其实当麻糬也可以 哦对 就是麻糬或年糕都是 Omoji 所以麻糬这个中文 其实是从日文的 Omoji 变过来的 应该是吧 Moji moji Omoji moji moji 应该蛮像的吧 真的 哦 然后 日本人他们 除了 直接吃Omoji之外 他们还会把它煮成 有肉有菜 然后煮成汤的 那个叫做 Zo sui Zo sui 然后它的汉字写成 杂煮 你有吃过杂煮吗 没有耶 我也没有 因为我没有跟日本人过年过 对我也是 就是去留学的是跟留学生在一起 都鬼混在一起 对啊 然后过年吃披萨吗 之类的啊 好 那么这个字 第一个Omoji的汉字是写成一个O 然后后面有一个饼 对 那个O其实也可以不要 他只是去修饰这个moji 所以其实你说moji也可以 哦 moji moji 然后Zo sui Zo sui Zo sui的话就是 Zo 然后Zo u Sui 这样子 四个音节 Zo u sui Zo sui 下一个字是 Data 用流 Data 用流 然后前面的Data是片甲名 后面的用流是写成汉字的容量 然后这个字呢是像我们台湾在讲 你手机流量有几句的这个几句 日本人会称为就是Data用流 这样子 对 Data其实就是资料的意思 就是那个英文那个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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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个字 然后 英文也是念Data 还是Data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英文 完了 就是 它就是一个资料的意思 资料的容量 对 资料的容量 Data 用流 然后用流就是 就是跟我们中文一样 容量的意思 那那个用流的上面的那个评价名呢 就是 然后 这样 这样 容量 都是长音 都是长 都有长音 对 好 那我再念一次哦 Data容量 Data容量 嗯 下一个单字是 Morumoto Morumoto 然后它的中文的意思是天竹鼠 就是那个天竹鼠 车车的天竹鼠 所以那个Moruka 是跟那个Car Car 那个英文的车子的那个Car 然后拼成一个新的字 对 然后天竹鼠的日文是 Morumoto Morumoto 然后我们想要另外再补充一个也是超可爱的单字 叫做 Hamusta 那 Hamusta Hamusta 是 就是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动画叫做 哈姆太郎 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对小时候会看 造成黄金属气氧潮的那个元素 那个Hamu太郎 它的日文其实就是 Hamutaro 那那个Hamu就是取这个Hamustano的部分 然后太郎这样子 好 那么这两个单字的评法 第一个Morumoto是 Morumoto 然后Morumoto 然后Hamusta的话就是 Hamusta 然后长音 Hamusta 有五个字 五个音节 音节 五个音节 好 这样子两个可爱的数数单字 大家都给我背起来 感谢大家的收听 今天是我们第一集的节目 然后 我们第一次录了 真的是遇到超多困难的 对啊 好尴尬哦 怎么办 自己录就觉得自己很尴尬 那前面在听的人应该没有听到这里吧 所以如果能听到这里应该真的很了不起 铁粉耶 铁粉 应该是亲友吧 亲友 亲友 然后硬听完 应该很尴尬 好啦 如果你们是就是路人的话 然后有什么任何的问题跟建议 我欢迎 非常欢迎你们就是在Apple Pocket下面留言给我们 或者 我们会尽量改善 对 而且我们的设备其实蛮简陋的 只有一个小小的 不到两千块的 不到两千块的麦克风 所以收音品质 可能也没有那种大频道来的那么好 但是我们会继续努力 越做越好 然后希望我们可以每个礼拜都带给你们 比较有趣的 你们会想知道的 跟日本有关的有趣的消息跟话题 那只要搜寻日日之声就可以找到我们哦 我是EJ 我是Hika 我们下周见 拜拜 Hibiの声 バイリンガル Podcast また来週 また来週 by bwd6 by bwd6 by bwd6